郭台铭联署送进后中选会14号公布合格联署人为90万2389人 超过法定人数 不过跟先前郭伴喊出的103万份差了13万 郭伴声明不谈误差数字 只表明百万联署带来改变的希望 郭台铭会与所有人一起努力 不过郭台铭连续多天没有公开行程 旧连端政策牛肉也只选在联署发文 让郭到底会不会选到底受阻 不过老友联电荣誉副董事长宣明志 再谈三个和尚故事 两个和尚在抬水的时候 那旁边那个和尚是不是说帮忙看路 郭董的这个科技能力 管理能力和企业经营的能力 那我们干嘛要抬水喝来喝去呢 这话是不是要郭董在蓝白将二度协商下 别选下去了 宣明志在喊话希望郭精神参选 没有在这个竞选团队之中 那你可以助选啊 我是认为他会精神参选 是对整个这个选举 整个大局呢是最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的这个高度的智慧啊 他会自己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拿捏 最了解郭台铭快去登记参选 同步跟柯文哲合作 不分区立委几率大 不过蓝白正宜即将二次协商 若整合成功是否动摇郭台铭意念 搭上大问号 他就算选到底 他还是可以声明他支持柯文哲 对国民党来说呢 等于郭柯如果合起来了 对国民党的知识栏的这些选民来讲 他多了一个选择 他不是非投给侯尔宜不可 郭柯和势必影响国民党选情 距离登记剩不到十天 蓝白磋商之际 内郭台铭的政治盘算 洞见观瞻 随着您看 今天准备就我 先用准备看不到